大家好 我是艾艾 常常在雜誌上看到許多實用的穿搭技巧 那麼艾艾也大膽的運用在平常的穿搭上 那麼今天要介紹艾艾的一週穿搭 給大家做參考 那麼第一套的穿搭是比較有正式感的服裝 因為有時候也是需要跟廠長開會 那麼艾艾選擇了一件短版的西裝外套 那麼內搭是一件破水泡泡T恤 搭配有仔褲這樣就可以去開會了 那會選擇這個短版的西裝外套的原因是 因為短版它有縮身的效果 它可以讓身材取聲音更好 感覺更俐落 那我覺得袖子如果說扭反得起來的話 看起來整體線條會更實上 那麼第二套的服裝是感覺比較休閒的感飾 那麼夏天來臨我覺得必備款就是短褲 今天艾艾搭配的輕休閒呢 就是一件綿紙的T恤上衣發配短褲 那麼今天選擇的短褲 它是褲腳有做一個反折的設計 這樣不會有太過於運動的感覺 休閒中又帶了一點小正式 那麼上衣呢這個外套就是現在很康的 Vivifone牛仔外套 那我覺得它最特別的是它這個袖子 它反折起來就是短袖的效果 如果放下來就有七分袖的效果 是一件很十八的感覺 那麼今天艾艾有通告 所以準備了一件米白色的蕾絲洋裝來做搭配 因為蕾絲給人家感覺是比較高貴 然後有浪漫的氣息 那會選這套洋裝的原因是因為這個剪裁 它的裙子有花包裙的設計 不會讓你有太過於成熟 但是又有大人工的浪漫感 那今天搭配的是甜美的風格 我覺得春夏一定要有印花的小洋裝 然後搭配了西部牛仔風的上衣 這個靴子也是為了呼應西部牛仔風 所以選了一個P纸的長靴 來做整體的造型的搭配 那麼接下來要介紹的這個look 就是個性酷酷風 所以艾艾選了一件美國設計師設計的品牌 那麼它有很大量的塗鴉元素跟搖滾風格 融入在這套服裝裡面 那麼它的剪裁很俐落 穿起來很舒服 可以輕鬆創造出很個性的風格 最近夏天一定要有一件 度假風的長洋裝 艾艾身上這件長洋裝 就是在日本的占力品 那麼它這個材質是綿質的 非常舒服 而且它下白還有做一個荷葉邊 它的變化就會非常的浪漫 一般穿這種度假風的長洋裝呢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搭配的不好的話 看起來會像孕婦 所以艾艾就選了一條腰風 來做出腰線的區隔 這樣子可以讓整個造型顯得比較修長 再搭配上一個夏天必備的盆邊帽子 整體的感覺就很休閒度假 那麼透過幾個簡單的單品 就可以搭配出不同的風格 每天只要花點巧思 就可以讓你快快亮亮出賣 然後再次猜到你 去哪裡 就要看當天有空的風格 我也是在那天 你不可以這樣看 你不可以這樣看 你有空的風格 在這天背景 你不可以這樣看 就要看 感谢观看